工程術學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本真值本的像在算什麼東西 只知道我就這樣解 做個舉證 然後對講話就結束了 解換什麼東西 不知道 有什麼用 不知道 那這些東西呢 後來用在你們的力學上面的一個材料 我們這些建築物啊 那受力絕對都是三圍的啦 第二個 我們建築物受力它絕對是一種張亮 它不是一個純粹的項亮 你怎麼把這個問題給簡化 後面學的這些物理學就告訴你的方法 你的想法要怎麼做 尤其是電磁學的部分 因為電磁學牽承到很多連續的問題 那你們在做這些 結構啊 藝學的時候呢 它也是牽承到很多連續的問題 所以學這邊 也許對你們直接的注意是沒有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間接 給你們的一些想法跟幫助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建議同學 你要多量它怎麼去想這個問題 尤其是後面電磁學的地方 他都是很多很聰明的人 想出來解題問題的方法 解題很簡單 解題很簡單 想問題的方法很困難 這個我以前在別人 別人課有展示過 現在手機寫它放成是 手機一拍它它它會解喔 微分積分都有 微分積分都可以解喔 所以現在對你們來說 你們挑戰不是你多會去解回分 或者是積分 而是你們會 你們會怎麼樣 你們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建構這個 對一個方法的事 跟怎麼樣去解這個問題 好 今天我先上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呢 好好來講這23章 讓大家開始覺得困難的地方 先下課宣示人照